运抵叙利亚的俄制F300防空导弹系统。 当地时间周一凌晨,叙利亚大马士格附近,再次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军方此次毫不讳言,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空袭。 而叙利亚方面则宣称,击落大部分来袭导弹。 分析指出,这可能是俄罗斯向叙利亚方面交付F300后, 以方对叙利亚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 那么,叙利双方,谁是这次行动的胜利者? F300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俄罗斯今日经济网21日报道称,俄罗斯军事专家称, 叙利亚防空系统击退以色列攻击, 是由于俄罗斯帮助该国建立了完善的T-4配置防空系统。 俄罗斯空军前副司令比日夫称, 以色列此次攻击,是在俄向叙利亚, 提供F300防空系统后,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的一种试探。 采取打击行动的以色列战机, 在叙利亚防空火力会伤区域之外, 对叙利亚防空系统区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 当叙利亚防空系统进行拦截时, 西方飞机上的无线电电子系统对其数据进行记录。 因此,这是以色列进行的一次侦察性攻击, 以便找出叙利亚防空系统的薄弱环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事专家, 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从各方报道来看, 这次空袭很可能是在俄罗斯向叙利亚交付F300后, 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采取的规模最大的空袭行动。 以色列方面很可能采取了以防区外导弹打击为主的战术, 而且主要目标选择为伊尔部队的军事设施。 以色列军机总体上距离叙利亚较远, 战机可能没有大规模越境打击。 这种打击的优势, 在于不必让一方战机处于危险之中, 同时减少保障飞机, 降低了行动组织上的复杂性。 该专家表示, 如果以色列战机为大规模越境行动, 那么其对叙利亚方面的电子干扰可能会比较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叙利亚方面的防空系统仍然可以进行有效拦截, 击落部分来袭导弹。 专家表示, 从交付时间来判断, 叙利亚的F300防空导弹系统, 目前很可能由俄罗斯军方操纵和保障。 叙利亚相关人员仍处于培训状态。 同时, 以色列方面由于忌弹俄军方, 很可能并未针对这些防空系统。 俄国家新闻社21日报道称, 俄防空部队博物馆馆长, 退役上校克努托夫表示, 这一空袭行动表明, 叙利亚防空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 现在主要问题是叙利亚未能击落发射巡航导弹和制导炸弹的载具。 这样以色列的F-16战机将继续执行类似行动。 去军装备的F-300防空导弹系统投入作战行动后, 去军利用该系统将可能击落在地中海和黎巴嫩上空的乙军F-16战机。 对于以色列宣称摧毁去凯甲防空系统。 专家称, 这一防空系统, 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 参与作战行动。 因此未来有必要进行火力相互配合。 何雷忠将资料图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郭任丹, 9日下午,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忠将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吹风会上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有手段,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权益。 将来一旦迫不得已, 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极少数台独分子是必成战犯。 1月9日下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吹风会, 邀请何雷和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 就中国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提供国际公共安全服务等情况与记者交流。 此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仙,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以武剧统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否意味着解放军准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在回答环球时报记者这个提问时, 何雷表示, 只有全面理解总书记的两句话, 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 而不会片面解读。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二日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中讲到两句话。 一句是, 我们将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因为以和平的方式, 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另一句是,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该设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针对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何磊表示, 无论哪个台独的政党、组织和个人, 无论什么样的台独分裂行径, 都不可能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分割出去。 我认为现在台湾的台独分子, 是有贼稀有贼胆。 但是他们没有贼能力, 没有贼手段。 他们不可能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分割出去。 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13多亿人民绝对不会答应, 绝不会让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得逞。 我认为台独势力和分裂行径, 是逆潮流而动。 这历史大势于不顾, 只能是皮肤汉术, 不自量力, 躺臂挡车, 自取灭亡。 何磊表示, 我奉劝台独分子, 要悬崖勒马, 回头是岸, 否则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 中国历史的罪人, 是大陆迫不得已, 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或者说是必成战犯。 我记得我们上个世纪40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前, 宣布了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个战犯, 将来我们一旦迫不得已, 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极少数的台独分子, 也是必成战犯。 此外, 何磊还表示, 所谓的外部势力, 就是以世界警察自居, 干涉中国内政, 阻止和破坏中国和平统一的外国, 也是大陆迫不得已, 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的罪魁祸首。 何磊称, 我们发自内心的希望海峡两岸不发生军事冲突, 这是海峡两岸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 造成军事冲突的罪魁祸首, 一定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和他的分裂行径, 一定是少数干当世界警察的外部势力的干涉行为。 人民解放军, 将随时做好应对军事冲突的各项准备。 何磊说, 我们不希望任何国家成为外部势力, 但是我们也不惧怕任何国家成为外部势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只能是练兵备战, 是要准备打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 而且有手段,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权益, 迫不得已, 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也会以台海两岸最小的损失, 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伤亡, 赢得祖国的完全统一。 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一声六下, 人民解放军, 一定会做到招之急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无敌于天下。 在这方面, 我们充满了自信, 不会有任何意义。 环球网报道, 实习记者崔天也额眉13日报道称, 即将退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罕见承认。 多年来, 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叙利亚。 其目的据称是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所谓军事集结, 今日俄罗斯, RT13日报道称, 以色列国防军, 很少承认其对叙利亚某些目标进行袭击。 但参谋长埃森科特·格迪·埃森科特在其下周退役前, 参加最后一次采访活动中, 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称, 仅在2018年, 以色列就曾向据称与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射大约2000枚炮弹。 我们曾袭击数千个目标, 但没有对其声称过负责, 或是要求进行赔偿。 埃森科特表示, 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轰炸。 RT称, 尽管叙利亚政府一再指责以色列侵犯主权, 并通过袭击叙利亚, 来帮助恐怖分子。 但埃森科特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是有理由的, 并且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伊朗都无法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他称, 我们拥有绝对的情报优势和空中优势。 我们有很强的威慑力。